不用出國 在台灣也能玩雪玩得很高興 而且有將近十多種的玩法 從越野車 香蕉船 雙板滑雪 甚至可以體驗在暴風圈裡面的刺激 讓不少大小朋友尖叫聲連連 羽絨外套 手套 再換上防花鞋 最後戴上安全帽 大小朋友一個個排排站 就像沙丁魚一樣把入口團團圍住 都是為了在炎炎夏日 體驗一下雪國的消暑魔力 此起彼落的歡笑聲 沒有因為零度的環境而減少 炎炎夏日 柯教館特別打造了 近六百坪的雪國世界 容納了十種玩法的場域 就是要讓大家指揮跳架 一個人滑 輕鬆自在 或是大人帶著小孩 兩個人玩 小小翻車也笑得很開心 排隊人潮就數他第一名 如果想挑戰點更刺激的 這區道具絕對讓你大開眼界 像個超大甜甜圈 一次可以坐三個人 小家庭一台剛剛好 熟悉的香蕉船不只可以在水上玩 在冰上同樣很刺激 這些都只是暖身遊戲 接下來試試看耗體力的越野車 一台接一台出發 在小小車道裡考驗著駕駛技術 繞一圈不到一分鐘 卻可以當一回冰上賽車手 就像電影的主角一樣 帥出新高度 想學滑水技巧 這裡也有工作人員可以協助 雙腳踩著滑板 雙手拿著雪杖 一步步小心翼翼往前走 雖然沒有滑雪場的斜坡衝刺 也沒有華麗的彎道 但初學者訓練手感臭臭有餘 聖誕節還沒到 卻也可以先搭雪橇過過癮 每項體驗都可以親自同樂 大小孩還可以體驗一下 在暴風圈裡玩雪杖的樂趣 第一次來玩嗎 對 今天最喜歡玩哪一個 哪一個 香蕉船 你覺得感覺怎麼樣 很刺激 少不了的丟水球 還有各式各樣的裝置 像是大學人或是迷路 可以拍照打卡 儘管不能出國 也能假裝在雪國玩耍 感受零度的小鼠快感 記者向漢女學號台北報導